Hello 大家好 新球观伴 你的本人 明天就是完成课程的期限了 我有点紧张 也有点焦虑 因为不瞒你们说 现在我还有三个视频还没做完 但是还有一天的时间嘛 肯定能行 加油 然后在这儿我想感谢一位正在中国生活的同学 向我pre-order这个课程 谢谢封塔 你是第十位报名的 一个吉利的数字 对吧 然后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为什么下定决心做这样的一个课程吧 我还记得十月以后我发了一个帖子 告诉大家我的这个想法 然后也得到大家的很多支持与建议 所以第二天我就马上立刻开始行动 没想到只在短短两周的时间内就要完成了 真的也有一种成就感吧 其实我一开始没想那么多 只是一直翻来覆去的想着 怎么可以陪着更多想学中文的朋友 把这门外语学好 因为最关键的是 大家的时间不同 都有限的 我也是啊 而且可能每个人学习的目的以及目标也不一样 有的朋友想快点学会 有的朋友不想学汉字 只想快速达到沟通交流的目标 有的朋友工作的时间不固定 很难跟着一个班上课 我突然想到昨天我发的一个句子 年龄越来越大时 我们发现时间是最重要的 这也是我决心做这样一个课程最大的理由 因为我不想让时间来约束我们 我希望大家都可以随时随地的学习 最终能达到自己的目标 最后我想说的是 我自己给自己一个期限 然后我很快就要完成了 大家呢 要不要给自己定一个目标 定一个期限 然后把它完成 如果的话就开始学习汉语吧 优惠的只有一天了 但是课程呢还在 大家也可以慢慢考虑 那么今天就聊到这吧 谢谢大家 晚安 拜拜